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官員 奉主席蔡正妍的命令 这个有关于保险法这几个条文的修正案 在保险法 今天所提出来的修正案的第一条 所谓排除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条文 我想消费者保护原则 我想这是我们政府搜索的一个方向 为了要让消费者有更高的一个保障 但是这个更高的保障 假使是全部的一体试用的话 那每一个每一项的商品 或者每一项的消费行为 应该都有一定的一个保护的行为 那我们虽然消费者保护法里面规定 有三天的审夜期 但以受险夜来讲 受险夜本身就已经有十天的撤销期 这十天的撤销期 事实上已经达到所谓消费者保护的这个定义 那再加上三天的审夜期 事实上对消费者并没有更强而有利的一个保障 那所以根据在我们最近的这个有一个判决 95年的一个判决 里面的法官的认为 十天的撤销期 事实上已经达到消费者保护的原则 所以三天的审夜期 事实上没有太大的意见 所以这个条文啊 建议今天能够通过 能够把它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一条之一 因为其他的部分啊 其他的这个行业可能没有所谓的十天撤销期的规定 但是在保险里面啊 就已经有十天的这个撤销期的明定 明定十天的撤销期的一个规定 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条文 第二个条文 我们目前所有受险夜的资金呢 全是来自于保护 但是所有的资金来了以后啊 必须要有路可走 否则的话只收了保护的钱 假使这个保险公司没有办法有效的经营管理的话 那将来对于保护的权力的提升啊 是有缺失的 事实上是没有保障的 所以在146条之四 对于海外的投资啊 像最近啊 热钱炒得非常严重 那所以说 假使能够在有效的 把资金啊 做有效的一个规划的话 将来可能对于整个受险业界的发展 以及它的投报率啊 会有一个相对的保证 那以目前有四项 在受险业里面有四项 一个主要的利息收入 在利息收入的部分啊 央行的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啊 事实上受险业要靠资金 在利息收入的部分啊 是相当困难的 通常平均啊 有时候会达到1%的这个目标啊 1%都不到 那另外一个 所谓的这个政见的投资啊 事实上也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那只有海外国外的投资啊 在目前受险业界 算起得获利啊 比较正常的一个管道 那第四个就是 所谓的房地产的部分 那国内啊 又主张打房的政策 那也很不喜欢受险资金啊 进到房市甚至于土地里面去 那造成的这个受险业界 事实上它能够有效的来利用管理基金啊 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146条之四的部分 有一些排除 排除希望能够排除 或是希望能够提升的部分 再来各支法的部分 各支法的部分 我想这个 受险业界也好 银行业界也好 都有所谓的这个 各支法的受限 假使各支法的 目前来讲 没有排除在各支法以外的话 那将来的这个 业界的所有的保单啊 是有困难的 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承担 甚至有效的去执行 那对于这个产业啊 有相对的 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今天啊 请提出这三条 相关法令啊 就交于各位委员跟官员啊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 讨论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 以利于这个产业 也能够顺便的兼顾到 所有的投保 投保者的这个权利 跟他将来能够受到的保障 在这里跟各位委员来做报告